弟兄姐妹感谢主的恩典 你知道每一天早上你起来 你就要带着一个信心 今天必有美好的事要 在你的生命的里面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祂是我们的父亲 我们可以带着一个无比的盼望 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一定会得胜有余 好 我们一起来读圣经 今天我们要读路加福音17章 我们今天从26节开始读 一直读完这一章 我们一起来读26节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 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 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 又好像罗德的日子 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 又耕种又盖造 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 就由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 把他们全都灭了 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 当那日人在房上 积聚在屋里不要下来拿 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 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 凡想要保全生命的 必上吊生命 凡上吊生命的 必救火生命 我对你们说 当那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 要娶去一个撇下一个 两个女人一同推磨 要娶去一个撇下一个 门徒说 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 耶稣说 失守在哪里 你也必聚集在哪里 弟兄姐妹 好像耶稣越讲 这一段从十二章开始 耶稣就一路一路的讲 把我们在末世的圣徒 我们要注意的每一件事情 从怎么样去请客 怎么样被请 这样最家常的来讲到 我们生命的问题 那现在好像讲到更严肃的问题 讲到生死的问题 讲到灭亡得救的问题 弟兄姐妹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耶稣在这里讲的非常重要的事 就是讲到人子的日子 人子的日子 就是人子降临的日子 那当然一定不是指着 耶稣当时在的 那个时候的 在地上的日子 因为那是第一次耶稣再来 耶稣来的时候 那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的卑微的事件 那在这个世界上 这只有几个牧羊人之道 也有几个智慧人来敬拜他 那因为他来做和平之君 他来寻找拯救世上 最后他死在十字架上 可是耶稣讲的是 他第二次再来 第二次再来就大不一样 他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他要驾云从天降临 带着天上千万的圣者 还有千万的天使 从天上降临 他降临在地上做什么呢 就是要来结束地上的这个世界 要重建一个全新的世界 那一切不属神的 就在那个时候 要完全的被除掉 被扫到哪里 扫到地狱里面去 一切属鬼魔的 一切不属神的 通通都要被丢到地狱里面去 弟兄姐妹 这一件事情 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那是那个时候 我们看见神 人所面对的是神的共义 弟兄姐妹 你要记得 神有多大的恩慈爱 他的公义就有多大的证实 所以到那个时候 就没有任何的情理来讲 有人说 如果神是爱 那怎么可能会有地狱这种事情 弟兄姐妹 你不要忘记 神是百分之百的 慈爱的神 但是神另外一个特质 就是神是百分之百的 公义的神 所以弟兄姐妹 上帝没有办法以有罪的为无罪 也不能叫无罪的变成有罪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感谢主 这一切都是必定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耶稣先第一次来到地上 先要救我们 叫我们这些人 能够脱离最后的那个审判 弟兄姐妹 也仁慈的日子 用耶稣用两个日子来比喻 一个就是挪养的日子 一个是罗德的日子 挪养的日子是 他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看见挪养的日子的事情 或者挪养的日子的当初的那个情景 你就知道那个审判就在门口了 挪养近方舟的日子 洪水就来 挪得出索多玛的时候 那个硫磺的火就从天上降下 那这两个日子有什么特别呢 挪养的日子就是又吃又喝又嫁又取 那弟兄姐妹 那挪的日子又加上又买又卖又耕 又耕种又盖造 我想我不需要再更多的解释 你仔细的观察 这是不是在形容今天的世界 又买又卖 你可以看见那个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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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子 我不知道你想不想 那个证券行 他们叫做浩子 你看见那里面 是不是又买又卖 一天可以买卖 一天就可以有 就可以上百亿 上千亿的钱 就在那边出入 在那边出入 又买又卖 在没有一个地方 比这个地方所进行的交易 就是只是一个房子 只是几台电脑 就可以产生几百亿 几千亿的 这样子的流量 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到处都在盖造 那到处都是又吃又喝 你看见 这个一个城市里面 最多的店是什么店 就是 就是 就是餐厅 那弟兄姐妹 这一切 还有 这个 又娶又嫁 那现在 是不是又娶又嫁 伊丽莎白泰勒 听她说 她已经是 她结婚了 不知道十几次 还是二十几次 我也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那 她还觉得 那是一个很光荣的 一个记录 那 可是弟兄姐妹 这一切 你看在眼里 你就要看见 耶稣曾经说过 挪得的日子 跟挪亚的日子 就是 人子的日子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主 那 这个日子 圣经也说 是神的儿女 得到完全救赎的日子 所以 耶稣告诉 告诉我们 要做什么呢 他说 面对这个日子 你要预备 你要 请请 因为 这个世界 看起来一切 似乎都是如常的 但是 弟兄姐妹 我们对我们 蒙恩的人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会发生 什么事情 我 这个最后的世代 到底会发生 什么事情 第一个 就是教会 要被提 那 弟兄姐妹 保罗 在他的 在天赵荣文家 的书记里面 他就讲到 他说 当这个 号筒 最后 天使 会吹号 最后的一个 号筒 吹响的时候 弟兄姐妹 所有的 已经死的圣徒 就要复活 要被提到空中 然后我们这些 还活着的圣徒 就要跟他们 一同被提到空中 与主相遇 那在那边 做什么呢 弟兄姐妹 这就是 哥林多前书里面 讲的 在主桌子面前的审判 弟兄姐妹 这就是得 奖赏的审判 你记得 耶稣讲过 好几个比喻 都是跟 奖赏有关系的事 那拿两千两的 又来到耶稣的面前 说主啊 我已经又赚了两千 耶稣就告诉他说 你这又忠心 又良善的仆人 可以进来享受 你主人的快乐 弟兄姐妹 感谢主 感谢主 那拿五千人 也是这样子 那唯独 那拿一千人 耶稣告诉 对他讲 说什么呢 你这又懒 又恶的仆人 就把他赶到 黑暗里面去 他就在那边 哀哭切死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看见 那一个审判 是每一个基督徒 因为我们都是管家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去对主 来交账 弟兄姐妹 是不是通通有奖 看起来不是的 有些人得到奖赏 有些人没有得到奖赏 那得到奖赏的 就是那聪明的童女 那没有得到奖赏的人 就是他们就成为 余佐的童女 在那一千年的当中 他们就损失了 与耶稣一同 作王 作喜的 那个恩典 那个机会 所以弟兄姐妹 上帝要把 一千年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宴席 来赏赐给 得胜的人 得胜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 我一生当中 我最大的渴望 就是我一定要有份 在那千年的国度里面 在耶稣迎娶 他的心腹的那一个 那一个特别的日子 我一定要在其中 所以弟兄姐妹 从得救的那一天 我就努力进宰门 弟兄姐妹 努力进宰门的意思 就是不断不断的 学习 放下我的自己 那弟兄姐妹 你知道 太胖 进不去 我不是指的 你的身体 我是指的 我们的灵 我们的魂 我们的魂太强 我们的魂太厉害 弟兄姐妹 我们就进不了 那个宰门 那弟兄姐妹 感谢主 十字架的信息 永远在我的身上 虽然我有很多的 还有很多的要学习 但是弟兄姐妹 我必须要 我必须要 很留意的是 我身上 有没有像保罗所说的 耶稣基督的印记 在我的身上 我学习事奉 我把我年轻的生命 时间才干 把我许多的 神给我的钱 奉献 我们都是投资 投资在勇士的里面 弟兄姐妹 我这样做的缘故 因为我知道 有一天 我要对我的神 我的神 来交账 我渴望 我能够跟保罗一样 我离开世界的时候 我跟保罗一样 我也敢这样说 那当跑的路 我跑进了 那所信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弟兄姐妹 感谢主 我知道保罗也没有讲说 他已经打赢了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已经尽力 做我们每一件 在主面前 我们该做 我们就是一个蒙福的 所以弟兄姐妹 为什么在教会里面 我为什么 我怎么样带弟兄姐妹 因为我有另外一个渴望 就是我期待 我所服侍的 弟兄姐妹 你们每一个人 也要跟我一样 在那个荣耀的日子 要一样 要有权有分 有纪念 所以桃源 士林林良堂 我们每一个安排 我们每一个造就训练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不只是对着你今生的 乃是对着永恒 我对你们有责任 你们委身在教会有多少 我对你的责任就有多少 你不委身在这里 我对你就没有责任 那只要你在这里 我就对你有责任 所以有一个姐妹 她已经离开我们了 她为什么离开 她说我来教会 我只是希望能够安安静静 我在那边坐坐礼拜 我平平安安 我就好了 她说你们要求很多 又要参加这个什么培育系统 又要上课 又要QT 又很多很多 她就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将来在那一个荣耀的日子 她在哪一个行列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 但是我期待 弟兄姐妹 也许你付出更多 你进入培育系统 你努力的服事 你在小组 在主日 你都是每一个 每一次 你都是这样子的 有秩序的走在上帝的 上帝的教会的带领的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不要小看 这一点点的 这样子的付出 到那一天 你就会知道 是有很大的价值的 弟兄姐妹 我们要丰丰富富的 记录神的国 好不好 弟兄姐妹 最后 耶稣讲到两个人 两个人立在一个床上 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两个人一同推磨 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那就是一同 在一个床上 在一同推磨 就是一同生活 一同工作 这么亲近的人 弟兄姐妹 有一天 就会分开了 弟兄姐妹 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我不知道 你看了以后 你会不会觉得 多么的可怕 多么的可怕 但是 其实也还好 至少有50%的机会 弟兄姐妹 我期待 我们能够是 那一个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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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取去的 是被 被 当那个荣耀的日子来的时候 我们是被 接到天 半空中的 主 与你同在 弟兄姐妹 让我们成为一个 有智慧的 主 与你同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